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各项生理发育的指标都比较正常 应该说生产的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一天中可能有四五个小时 就会让他们慢慢的独立的生活 他们也会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们还是会一定的时间 让他跟妈妈在一起 一个他跟妈妈里面还可以补充一些母乳 另外一个在妈妈的身边 还可以学习一些生活的行为 包括怎样挑竹子 吃竹子 另外一些阿树 这个吃竹子 吃竹子 加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